前进新台湾 而就在这个时候 独派的四位民主前辈 却是登了报纸 要求蔡英文总统 不要再连任了 对于执政的蔡英文来讲 此刻恐怕真的 就是所谓内外交迫了 这就是今天的报纸 我想各位如果您 今天早上看了早报 就会看到这一篇 由独派的四位 这个民主前辈他们呢 所提出来的 他们说呢 蔡英文你现在呢 可以说是 已经在民调的状况 不好的情况之下 但是我们都知道 独派其实在选前 对于民进党的批评 就已经是非常的严厉 尤其是对于 蔡英文总统的执政 今天直接逼宫 丢出职球 要他放弃连任 交出行政权 退居二线 不过稍早在 蔡英文的脸书当中 他看到了 他就说了 我知道有几位 老前辈们给我写了信 不过这个时候 他觉得最重要的是 要跟世界 来表达台湾人的心声 那么其中 他就是把昨天回应 习近平有关于 台湾问题 主权的部分 他翻译成了英文 他希望大家分享出去 当然就是 坚决反对九二共识 更无法接受一国两制 面对独派逼宫 蔡英文用 对抗中国的方式来回应 确实 中国软硬兼施 要统一台湾 这不是新闻 而且大家也都知道 更是当前 必须要面对 跟解决的问题 昨天习近平是首度 把一国两制 从过去我们听到的口号 要求变成是 可以实践的方案 还说可以跟台湾 内部的各个政治势力 来协商 这样的说法 等同就是要透过 台湾民选出来的总统 也就是台湾的政府 直接要诉诸 台湾民众 进一步来谈统一吗 更进一步的是什么 很多媒体人解读 这个就是在 接下来2020的总统大选 习近平直接要用一国两制 来定调这一次的选举主题吗 等于是说 大选就成为一个 一国两制的公民投票吗 真是如此吗 难道就是2018 民进党选败之后 中国直接看衰民进党 那么想统一台湾 就更加不掩饰 我们都知道 台湾民众积极地想要拼经济 但是拼经济的同时 台湾民众愿意选择放弃 属于我们的自由跟民主吗 这是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好好 来共同思考的命题 当然啦 我们知道 这个成功翻转高雄 成为高雄市长的韩国瑜 其实在选前就一直讲了 政治我们要零分 经济要一百分 可是我们很多时候 在他的场合 我们也看到了 他不断地挥舞国旗 强调如何地爱国家 爱中华民国 但是今天他说了 九二共事就是所谓的 定海神针 那么当中国端出了 所谓一国两制的时候 韩国瑜跟国民党的政治人物 你们的回应又是什么呢 你们所爱的中华民国 在面对中国的领导人 或中国的威胁的时候 你们敢大声说出来 你们要的就是中华民国吗 我想这是今天所有 我们台湾两千三百万人 都很想问的这一件事 就是当今天政治被质疑 那么你就说 我是高雄人 我拼经济 但是一旦真的面对 要选择的时候 这些爱国的人 他们的选择是如何呢 是不是应该要大声的 也跟蔡英文一样 跟大家一样都说出来呢 今天这是我们要讨论的命题 好 开始之前 先来介绍一下今天的来宾 首先观察 是国会观察基金会 董事长姚立明老师 大家午安 欢迎资讯媒体员 林预会 淳于好 大家午安 欢迎前立法委员 罗树磊 淳于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资讯媒体员 沙一夫 沙号民进党的台北市议员 王世坚 以及台湾世代智库的执行长 侯耀乃也会加入我们讨论 好 开始之前 我们就来看 对于蔡文总统来讲 昨天呢 他强硬的出来回应了 习近平所讲的一国两制 甚至于说 他要好好的来检讨一下 可行的所谓两制台湾的方案 第一时间 蔡英文立刻出来开记者会来回应 不接受九二共识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 四位独派的大佬 包括李远哲 吴李培 彭明明 以及高居民牧师 他们发了一个公开信 要给蔡英文 直接就登报说 你不要再联论了啦 因为你看看 现在你的民调这么低 你就退居二线吧 蔡英文直接用脸书回应 带你来看 我说你这样做不对啦 他就有理由去说明嘛 几天前才到官邸 和总统蔡英文谈话 总统府资政吴李培 不满的情绪 毫无掩饰 在他领导之下 已经在分裂啦 我们出来是希望 说你自己 想到变得起来 然后才有机会 再把它传绝起来 吴李培和李远哲 彭明明 高居民 四位独派大佬 买下半版报纸广告 要求蔡英文 主动宣布不连任 绿营会分裂 蔡总统不会连任成功 我们已经把损益厉害 剖腹相告 所以分裂之旧 不在我们 责任还是由蔡英文承担 但总统前一天才发表谈话 反对九二共识 独派还有何不满 蔡总统不接受九二共识 这不是新闻啊 柯文哲这种人 完全没有人格的 只有这个厉害关系的人 蔡总统对他这么客气 这一空去西 我也觉得很不值 横述都不支持 网友也热烈回应 直呼国家存亡之际 搞被刺 都反对九二共识了 是要宣战吗 还有不少人骂猪队友 老前辈们表态 日明明代也纷纷发声 实际不对 诉求不宜 而且影响非常负面的一个声音 这十一世纪能灌谈 总统也在脸书发文 表明知道有几位老前辈 写信给我 但在这个时刻 向世界表达 台湾人的心声最重要 看似温和的回应 狠狠洗脸所谓老前辈 毕竟关键时刻 大佬逼宫 民意可不领情 三日新闻 由家伟张慧琪桃园报道 其实我不知道电视界观众朋友 是不是跟我一样的疑问 就是说这四位前辈 为什么要被称为 是所谓独派跟独派的大佬呢 那么大家就会想问说 到底独派的第一又是什么 好 不论如何 此刻其实 台湾昨天 在我们节目当中 我们第一时间关注的是什么 是习近平早上到底说了什么 接下来我们的 最高的国家领导人 总统又是怎么样来回应习近平 感觉上台湾又被中国 再一次的步步逼近 跟你讲说 我就是 不只是所谓九二共事的 什么一中各表 现在直接告诉你 就是一个中国之下 两个制度 你台湾要不要 可行的方法是什么 结果就在这个时候 一早摊开报纸 大家发现说 一向是最对抗中国 最挺台湾的独派 现在既然直接跟蔡英文说 你下来你下来 你就直接放弃连任 交出行政权 退居二线 那也这样呢 这个时候大家想问是 这个时间点到底为什么 姚老师如果就你 做政治观察的话 这个时间点 当然我必须承认 选举完之后 去年的11月20号 选举完之后 就有这样的声音说 蔡英文你下来 或是说民进党完蛋了 不换人选不赢 但是这个时间点上面 是不是怪怪的 对 这个时间点 这个时间点尤其是在中国发表 习近平发表这个对台讲话的时间点 会让人误以为 对蔡英文的不满意 不只是中国的统派 台湾的独派 也同时加压力给蔡英文 所以如果从网络跟社会的回应来看 其实这个都产生了很大的误解 中国是误解 2018的民进党选输 是以为台湾人都开始支持统一 支持一国两制 这恐怕是一个很大的误解 是 因为2018其实是跟内政 这个跟这个政府的许多改革 或者魄力是相关的 而这一个独派的错误 这几位大佬的错误是吧 认为说民进党的分裂 或者现在内部有不同路线之争 归咎于蔡英文 我觉得这也非常不公平 那虽然他们对于柯文哲的痛恨 是 然后看到蔡英文仍然慈言善目的 这个慈眉善目的对待柯文哲 他们非常非常的不满意 可是这也不应该去挑战总统 究竟他是获得全国多数 过半数民意支持的 他有绝对的正当性跟授权 来完成他的任期 所以他没有交出政权的正当性 所以这个诉求是完完全全 是按照民进党一派之私 就是说一派之私 独派的一派之私所做的呼应 反而加剧了民进党内部分裂的危机 哦 是会这样子啊 对啊 等于是加剧了独派 跟民进党政府之间的横攻 哦 那这个对于当然民进党未来执政 是不见得是好的 蔡英文要主要努力去化解 可是我觉得要求蔡英文 站在第二线也好 或者要求蔡英文交出政权也好 这是一个不符合宪政体制 也不符合现状的一个要求 我觉得应该不会获得多数民众 甚至于民进党多数支持者的支持 所以我觉得这个呼吁是落空的 事实上民进党现在的问题 的确是大破大力的问题 那蔡英文在赖清德要离之前 现在你看他回应很强烈的 很强硬的回应中国 也是算是很强硬的回应了 独派大佬的公开信 那这两个强硬的回应 都获得社会跟网络多数的支持 现在人就是喜欢敢说真话 把话就直接讲出来的这样的领导 不要模模糊糊 不需要两面讨好 该怎么说就怎么说 你就会发觉他现在改变这种作风以后 获得社会相当正面的反应 我觉得蔡英文往这个方向去做 就是应该是对的 那应该有更多的 在改组上如果也是更多的实话 更多的直言我相信会获得相当多民众的支持 好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的这封公开信当中 特别是把去年也就是2018地方选举败选的责任 回咎给蔡英文 因为他怎么说 他说九合一选举雪淋淋的现实摆在眼前 台湾被逼到了墙角 那么非彻底的改选就不可 那么所以台湾人民已经对蔡英文 你投下了不信任票 也给民进党丢出了震撼蛋 所以台湾人民没有欠总统分好 百分之百是总统您辜负了台湾人民的托付 2016年台湾人民欢欣鼓舞的把您送上总统宝座 又让民进党成为立法院多数 总统你的权力基础是广大 照朱前总统李登辉有过之而不及 那么这两年来选票硬生生掉了两百多万 四都十三县市只剩下两都六县市 您午夜梦回 蒙心自问认为自己还有机会吗 会站起来吗 人民还会支持你再选2020吗 其中他更讲到了 如果他不离开的话 这样子民进党会分裂 易富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次的选举 当然大家都说做了很多的解读 反正民进党败选之后 很多的事后诸葛 统统都出来了 但是真的就是因为蔡英文 所以此刻就叫蔡英文下台 这个时机点对吗 我觉得时机点的问题 我觉得独派 不是从2018年的大选前 就不断地在讲类似的话吗 尤其是孤宽敏 大家都在讲同样的东西 那只是选后以后 加深了他们的一个败选 去就像段一康所说的 推给蔡英文是最懒的一种做法 责任全部对 当然现在最大的问题是 独派对于小英 当然是极度不满 是跟柯文哲有关吗 因为刚刚访问当中 也特别点到 就是他们完全不能理解 蔡英文对柯文哲的态度 我觉得 那你好生好生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 始终对柯文哲两岸一家亲的说法 因为独派大体上 对柯文哲也是抱持不满的 说了两岸一家亲 等等的一些作为 那在礼不礼让的过程当中 还有整个选举过程当中 其实你没有看到 小英对于柯文哲的 两岸上面的一些主张 去做一个积极的批判 因为他跟民进党的主张是不同的 那选举过程中 还是有很多的绿营的支持者 跑去支持了柯文哲 那接下来就是选后以后 那一次的北门会面 北门会面 其实看得出来柯文哲怒气依然 所以连正眼都没有看小英 那边很吵耶 小英又在特别夸大他的北门 说他的公共住宅做得不错等等 然后看起来就是好像接近于 接近所能得要来讨好柯文哲的那一幕 但是柯文哲连脸都不爽 唯一笑的是那个幕僚拿给蔡英文 蔡英文致辞 看一下说我们两个都没互动 笑了一下以外 几乎你看不出来有太多的互动 那更不满的一件事 就是他上午讲了那个卡管案的事 然后结束完了以后 记者会他又说了说 你看台大的问题我就没有问他 我们照剧本演出 那当然独派对管案的放行 也相当的不满 所以你一整个家总下来 你一整个家总下来 个人独派的认为就是 你小英是不是对柯文哲 为了2020年绿白合作的事 是不是太讨好柯文哲 所以我觉得这个谈到柯文哲 我想基本上的原因是从这样过来 但我觉得你今天最大的问题是 2018年的败选 大家探究的原因 倒不是两岸的问题 而是一个你中央执政的 让地方上的不满 让人民的不满 经济并没有成长 大家的收入并没有增加等等 以及在政策未形成之前 什么减箱灭箱 是不是要用吸管等等 引起很大的争议 重大的原因导致于说 这一次的总统大选 2018年九合一的败选 我觉得蔡英文那一天说了 2018年的败选 无涉于这个主权的问题 我也觉得2018年的选举 其实是无涉于主权的问题 所以大家都要拼经济嘛 到1993年吧 好像是克林顿当时讲过一句话嘛 笨蛋问题在经济 因为现阶段你看出来 人民的需求是一个 你执政之下要让我过 相对比较好的生活 而不在于两岸之间的问题 所以你看 柯文哲也当选 韩国瑜也当选 加上了你说郑文燦也当选 你看那个 黄卫哲也当选 林志坚 所以终究选民这一次的投票 是对中央执政成效的 投票 不信任票 不是对两岸政策方面的 不信任投票 更不是对我们主权 该让与不该让的投票 对 很简单一件事 我相信你去问的话 我们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无论是民进党的 所谓的台湾前途决议文 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固然现在宪法叫做中华民国 但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乃至于说九二共事或是国民党所谓的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其实我相信我们去做民调的话 我们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我相信这个是一个会获得很高名义的支撑 对 所以我不认为我们现阶段所面临的问题是我们的主权自己在动摇 我们自己在动摇 并没有 所以一不关键的意思就是说 这一次的选举结果不是告诉大家说 我们就是只要经济 不要政治 甚至于说对岸提出这种什么统一两制 我们都可以接受 应该这样讲 人民对主权 我们是一个主权国家 是没有动摇的 是 投票投出来的是 对你中央执政 对人民造没有改善人民的经济 投出的不信任票 而我们是主权国家 几乎是 我相信大概八成以上 这大概是一个共识吧 所以这个共识不需要去进行任何的一个投票行为 就像国民党 国民党也承认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那民进党里面是说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依据宪保我们叫做中华民国 所以主权独立是一个不需要去做任何投票的一个行为 各政党里面说我们是个主权独立国家 几乎是共识 只是你的表述的主体是要用台湾还是用中华民国而已 但是我们是主权独立国家 这是共识 这不需要投票 所以2018年的投票 不需要对这么 我们人民高度共识的人去投票吧 所以我觉得独派里面 如果是用两岸或是主权去做一个主轴去讲这个话的话 我觉得 论述不足 你依据宪法你的四个职权 管理你的四个职权就好 其他职权是不是放手给行政院的问题 我觉得这也不是不需要大佬去呼不呼应的问题 这一直就是台湾宪政上面的问题 他一直是憲法上不明確的問題 那我們到底是不是該認真思考一件事 我們是不是真的要把體制去進行一次公開辯論的修憲 我們到底要走向一個投票給總統 總統既有權也有責的總統制 還是我們乾脆改變成為一個內閣制的國家 讓權責非常的清楚誰獲得最大的選票 誰就擁有權誰就擁有責任 那我們現在是好像面對立法院的是行政院 但是有權的總統也有權 但是你卻無法監督到 我覺得我們實在是應該好好的去施著這樣的問題 易富哥講得很清楚 就是你敗選你通通都歸給蔡英文 我也找到了今天早上段宜康立委的臉書 他說這四位老先生可惜了 民進黨大敗 執政團隊包括立法院的我們都有責任 權力越大責任越大 那麼蔡英文總統要負最大的責任 我相信他自己也知道 但蒙著眼睛 不敢正視埋下敗選結果的諸多複雜原因 好比說即職教育頹背 造成高等教育失衡或就業市場扭曲 就是讓民進黨政府嘗到選民因就業困難以及低心化而反彈的苦果 那麼每一個人對敗選原因或救亡圖存之道都可以有不同主張 但是一股腦把責任往蔡英文身上一丟就是最省事也是最偷懶的方案 我從來不認為團結能解決問題 但是更反對因金口或糊塗而造成的無謂分裂 好 這是立委段銀行的說法 包括今天早上媒體都採訪了很多人 以及像羅志正委員也說 時機不對 訴求不疑 但是老人家們告訴我們就是說 蔡英文如果你在連任 民進黨就會有分裂的唯一 我們現在唯一擁有民進黨公職的就是世間議員 議員 你覺得此刻蔡英文繼續連任 民進黨會分裂嗎 所以這次選議選在賣的真正就是 總統要不可以宣布連任要露台就對了 純英其實這個是一個蠻難回答的問題 不過我可以直接了當的很肯定的講 就是第一點 現在我觀察到的社會民意 或者包括我們綠色民眾 我們對小英總統的看法 其實認為他有錯 我們四個自信 對小英總統留效查看 但是也另外四個字 就是說罪不至死 那第二點 今天四位大佬他們寫這麼懇懈 這麼沉重的來寫 我認為他們是 也是四個字 語重心長 我認為這四位大佬對小英總統 對我們整個民進黨 對我們台灣的前途 他是恨鐵不成鋼 其實這四位大佬 以他們的學經歷過去 我對我們台灣的貢獻 對台灣主權 台灣價值的堅持 他們的奉獻跟付出 這絕對無庸置疑 我覺得這四位大佬寫的這裡面的每一句話 說實在的話 我很少說 我認為我真的是用四個字形容 臨表涕氣 這麼感受還是這麼難過 因為他寫的 我真的是寫得很凱切 寫的也是 自製足跡 拳拳到肉 也講出我們新刊裡面的很多話 我覺得 可是第三點就是說 這在時機上 因為昨天習近平已經 他的野心比歷屆中共領導人 更明顯已經是非常 已經是表露無異了 對 跟你說話就是要通話的 你看喔 昨天習近平那個談話 他遠比胡錦濤 江澤民更強硬 他表面上好像把我們台灣分成兩掛 一般台灣人民跟所謂的強硬的台獨派 還有國境外勢力等等 可是飛彈不長眼 真的打起來他會分嗎 所以這個東西他根本是講屁話 而且他比他們更強硬的是什麼 他講出時間表 過去江澤民也好 胡錦濤也罷 從來也沒有講 沒有一個敢下一個說 等於說在這一帶 他看得到 他任內就要解決 昨天習近平講了 所以我認為在此時此刻這個時機 我們台灣民眾更能夠體會到 我們上下一心 不分朝野 不分朝野大家團結一致對外的重要性 而小英總統這兩年半來後 其他確實有一些犯差錯的地方 沒有做好的地方 可是我肯定小英總統的一點就是 他在對中共的策略 還有在維護台灣主權 台灣尊嚴這一塊 小英總統確實 他是九十分以上 你看他昨天在發表的元旦的談話 以及習近平談話之後 小英總統馬上的回應 他可以說信手拈來 完全不用看稿的 所以昨天小英總統的談話 跟他的回應 讓我們看到說 小英又回來了 我們兩年半前 所熱烈支持期盼投票給的 這一位小英總統 昨天又回來了 很多人都有這個感覺 感覺上那個時候的感動 我覺得這個可以幫我們 一起來對抗中國的蔡英文總統 又出現 對 小英總統他的優點是怎樣 就是他過去 他長期以他的學精力 他奉獻給我們台灣 早期李登輝總統時代 他參與兩國論 這一部分的論述 的描述 寫作這些等等 以及到他後來參政的過程 他最大的優點 就是他的兼任的特質 他有女性同胞的一個特質 就是說女性同胞 做任何事都很堅定 很持續 不會說半途而廢 或者說 看到什麼困難 我覺得我們台灣女性同胞的 堅韌的特質 這一點是小英總統 兩年半前 他迷人的地方 讓我們台灣民眾 信服他 投給他的原因 那兩年半來 確實小英總統 有一些沒做好的部分 段尼剛委員寫的那一些 其實寫的一些內容 其實這就可以證明說 小英總統兩年半來很多政策上 段尼剛寫的那些 小英總統很多沒做 說實在話 就剩下這最後一年要好好拚啊 就是說小英總統兩年半來 他的施政 小英總統固然是求好心切 但是他沒有分反擊輕重 中的不拚啦 不中的拚到灰流灰地 那這些我們就不細細描述了 不過第四點 我必須講一個 我兩年多來 我一直在講 我一直以我過去 我有事業的經營 我以說經營事業的眼光 來看政府 我的看法當時 我就提 兩年來 我一直講 我就是說 一個優良的企業啊 不是企業的倒閉 不是說紅字才倒閉啦 不是說負債累累 經營不善 有弊端才倒閉 企業有一種倒閉 叫做藍字倒閉 就是黑字倒閉 就是說這個企業啊 公司 有希望 有願景 產品也很好 那公司內部也沒什麼弊端 你看民進黨執政 沒有什麼弊啊 沒有嘛 比起過去國民黨執政來講 民進黨清廉正值 可是問題就是說 某一天啊 突然間你黑字 藍字的公司 你也會倒閉 為什麼呢 因為你擴張太快 你什麼都要做 你這個 你鋼鐵也要做 水泥也要做 你每行你都要做 結果你沒有思量說 我們自己 你是不是周轉金夠不夠 所以到了某一天 可能你的產品不錯 可能你公司 也都很有規劃 很有人才 突然有一天啊 你藍字 黑字 你就倒閉了 同樣的 就是說小英這兩年半來犯的錯誤就是說 戰線太長 戰場太多 那沒有分輕重緩擊 有一些需要經過社會討論的 那你看那個鐵板燒就是這樣 雞排比較不好收的 你就放置在旁邊慢慢熱 那這些沒有分輕重緩擊 結果到現在就會遇到這個問題 所以我再一次強調 我認為小英總統 求好心切 但是吃快撞破壞 他固然有錯 我們四個字 留校查看 但是罪不致死 好 王世堅委員給我們了一個很好的定義 而蔡英文的臉書 一個小時湧入了3.2萬民眾網路的聲援 而到底這又代表了什麼呢 代表了這篇文章上所寫的標題 其實在討論連不連任之前 恐怕先正視中國的威脅吧 廣告回來更多討論 歡迎回到前進新台灣 四位獨派的大佬 在民主前輩當中 他們確實對我們的民主一路過程 有非常大的貢獻 但是對於蔡英文 他們提出的建言是說 你就放棄連任退居二線 好 這當然就是屬於 民進黨自己的家務事嗎 還是這是攸關到 整個我們國家的走向 羅委員站在這個 他黨有黨的委員 你怎麼來看 這個算是他們的家務事嗎 還是算是國家的大事 因為有一票人出來叫總統說 你不要連任 不是啦 國民黨是不是也覺得說 好啦不要連任 換一任換一任 不是啦 當然這是民進黨家務事 可是也是國家大事 畢竟現在蔡英文是我們的總統 那你總統的一舉一動 一言一行 都是關係著整個國家的前途 關係著我們兩千 三百萬人的一個夫子 其實在九合一選舉的時候 那時候民進黨 他們已經刻意要打 打那種國家主權意識的牌 你看蔡英文 韓國瑜他們在高雄選舉的時候 是一個地方選舉 他就一定說 哎呀 或進來一定是 或出去一定是到大陸去 人進來一定是大陸來 就一直要把炒弱成為說 假如高雄 讓韓國一當選的話 那好像高雄就會變成 那個 中國高雄 那每個地方都是打成這個樣子 都說哎呀 只要你讓那個國民黨當選 那台灣就完了 就會變成那個 中國大陸的一省 可是後來老百姓選擇了什麼 老百姓根本不在乎 老百姓根本不關心 什麼統獨的議題 而且都知道嘛 你民進黨講 那個台獨是一個假議題嘛 你年輕人都民進黨執政 立法院都是多數 那你就給他喊台灣獨立嘛 因為執政跟在也不一樣 對老先生們的生氣啊 所以不是啊 你因為老先生生氣 可是因為他也知道嘛 執政跟在也不一樣嘛 在也你也在發送的嘛 在也你要怎麼發都沒關係嘛 但是你執政的時候 你要考量到很多的因素在嘛 是 那你今天 蔡英文難道說 他不了解說 他落選 就民進黨大敗 那是什麼原因呢 你不說是笨蛋在經濟啦 難道是統獨的議題嗎 你看其實很多議題上面 那個蔡英文都退去幕後嘛 你看他當時 他當時那個用了他的一些 那個什麼黨產會啦 什麼年改會啦 還有他的教育部啦 他的促轉會跟他的中選會啦 打在第一線當打手啊 雖然你躲在幕後嘛 可是這一些人 都一直跟你出糗嘛 跟你出了很多事嘛 那那時候會變成說 老百姓很討厭嘛 老百姓很厭惡嘛 所以為什麼選權會有一個說說 討厭民進黨變成什麼 變成全國最大黨嘛 那雖然你參與你選擇 選擇你沉默 你選擇你選擇 你沒有那個講話 可是你放任你第一線的這些人 就什麼年改會的人啦 你的黨場會的人啦 你的促轉會的人啦 還有你 那個氣管的那個教育部啦 還包括這次中選會的 所以你在第一線裡面 你當打手 你在打擊 你打擊你的 你的其他的那個環對黨 那你參與雖然沒有講話 可是你縱使你沒有講話 你的沉默 那不代表 就代表說你是不是默許了 你讓我接受 你是不是那麼殘酷 那麼傲慢 那麼無情呢 所以老闆先會看完就說 你蔡英文你在做什麼嘛 老闆就是我聽完你的講法 我就會覺得說 那這四位老先生講的就是對的囉 不是啊 蔡英文也是雖然退居幕後 可是第一線有打手 所以現在選不好了 他應該要下來 是這個意思 那選不 那選不 那個是名 我剛剛提到 那是你民進黨的交互事嘛 你要不要下來的話是那個嘛 可是假如說這個四位 四位他假如說是因為蔡英文 沒有 因為這四位代表就是台獨大佬嘛 大家都知道嘛 是不是說因為蔡英文 蔡英文不敢那個台獨公投嘛 現在他們不是要上街頭嘛 許樂島不是上街頭 要台獨公投嘛 那是不是你蔡英文不讓他公投嘛 還有就是說 那個你蔡英文 你民進黨長期以來欺騙 我們台灣的選民嘛 現在最忠貞認為台灣可以獨立的人 就是差不多這四個嘛 那你是不是長期欺騙我們嘛 因為你民進黨是不是一直要告訴我們說 我們只要我民進黨上來 我就可以加入聯合國 我就可以台灣獨立 所以他發現蔡英文騙了他們嘛 所以他要反他嘛 那其實蔡英文我倒覺得 所以你覺得他們四個出來 我倒覺得啦 我倒覺得啦 不是敗選 不是真的為了敗選的原因 對 我倒覺得啦 我倒覺得說蔡英文 說不定他不用打贏了 這四個我真的不用理他 你蔡英文現在重點在哪裡 你現在要的 你不是要這四個人喜歡你 你只要全台灣的人 老百姓喜歡你才有用嘛 那現在台灣的老百姓 這四個人代表的是某一個 另外一桌的想法的人啊 那台灣 台灣現在老百姓最重要的是什麼 就是經濟嘛 就經濟嘛 今天為什麼國民黨會大勝 為什麼韓國瑜韓風能夠吹起 就是因為你經濟 經濟對 經濟牌 你參與你打的所謂什麼南向政策啦 你花了很多錢 所以你要去做那些什麼輕軌 你要做很多很多的建設 可是兩年多了啊 老百姓看到什麼 老百姓想有一點非常好 一些店一家一家關嘛 我就說你看 你看不要講 你不要講說其他外縣市嘛 你單單看台北市啊 中校東路 大馬路旁的 已經現在多少家店關掉了嘛 所以委員很明確地就告訴大家說 這次真的算不好 要怪蔡英文的話 也是大家期望蔡英文把經濟做好 但是其實我現場想問小方的事 但是就這四位大佬的觀察 如果真的要蔡英文不要連任 想來他背後對於民進黨 或是民黨接下來要提名的 所謂總統候選人一定是有想法 才會叫蔡英文不要 對 老實講我覺得今天早上看到報紙的這一大篇廣告 過去有一部電影叫 《洋男的迷宮》 我想借這部電影的名字 這是老毒男的迷宮 因為我發現他們在迷宮裡面走不出來 怎麼說呢 因為剛才有說 他說這四位其實是對小英的政策非常非常的不滿 對於小英好像搓跎台灣能夠獨立建國的機會非常憤怒 然後因此他們也對習樂島他們也有一些的意見 其實不是 我在這個過程當中看來 其實這四位前輩跟習樂島 其實這過程當中都有相互呼應的 好 那講開玩笑 所以他們就是希望台灣獨立建國 對 那台灣要獨立建國的話 其實剛才有一篇文章那個標題寫得很清楚 我們現在最重要的問題 我們最重要要面對的是中國 所以這個過去啊 我媽媽現在也在看電視 我媽媽從小教我 就說哎呀對於長輩要有禮貌 那這個長輩講的話呢 這個我們後輩我們就要聽 可是老實講 我覺得他們四位今天講 我完全不能夠同意 為什麼呢 的確啊 蔡英文在一上任以來 她在PTT上面簡直是被打 只要蔡英文一講什麼話 大概都被虛 可是呢 昨天早上當習近平她講完話之後 然後下午在三點的時候 蔡英文她對於一國兩制 她強力的這個表態 她認為她要來捍衛台灣之後 你知道嗎 直到今天早上為止 那大概有十萬多個贊 來認為說她的這個反 她的這個回應是對的 那分享數呢 大概有一萬多次的分享 這個大概是蔡英文啊 在過去她在競選總統的這個時期啊 是最高的這個時期 差不多就跟現在一樣 可見蔡英文昨天的講話 是獲得台灣很多很多民眾的一個認同 所以我覺得第一點這四位老先生呢 他們在講這個登這篇廣告的時間點 是非常不適宜的 第二個我要講到的是內容啊 這內容其實通篇都認為說 啊蔡英文不適合啦 因為選舉選成這個樣子啦 就表示說你的路線有問題啊 你應該來退選 那就像剛才 那是蔡英文跟我們講的 那一定是他們想要推誰 這個過程當中他們想要推誰 難道大家不知道嗎 就是現在的行政院長賴清德 那我先不想不講說這個賴清德 賴清德院長其實在這個過程 他也是非常辛苦 而且也做了非常多的努力 但是這個台灣畢竟是一個民主的國家 是一個民選的國家 什麼時候台灣的這個民主 是透過四位老人家來清定 來指定 告訴我們說 哎呀那這個蔡英文不行 所以賴清德就應該上 那這是台灣的民主嗎 這是這四位老人 這好像一個上演這種 好像以前宮廷大戲 對對就那個七大宮八大老 還有九大神 一起出來告訴我們說 哎不行不行 這一定要我指定才行 這是台灣的民主嗎 因為這些的前輩 對於台灣的民主都非常有貢獻 我絕對不懷疑這四位前輩 他們今年平均 他們的年紀是87.5歲 我絕對不懷疑他們是獨派 也絕對不懷疑他們對於台灣的這個熱愛 跟台灣民主的這個信心 可是這樣子是一種民主嗎 第三個我要講到的是 如果現在你要換蔡英文的話 剛前兩點 第一個時機不對 第二個內容 我覺得民主不是可以指定的 那第三個就是你換人 真的對民進黨好嗎 我舉一個例子 最近台南的 這個議長的一個選舉 那我們看到了整個的這個選舉 其實就是民進黨到最後 在議長這部分有內鬥 那整個會拉過去支持 民進黨內鬥的一個結果就對了 這邊我相信很多人大家都看得到 然後我們也看到他們所支持的 某一位的黨主席的候選人 可以跟台灣台南的這位議長 又去互相拜訪 然後講這兩岸一家親不用那麼嚴重了 所以這個是台灣現在 我們面臨到中國這麼大的一個威脅的時候 我們應該要走的道路嗎 所以我覺得這以上三點 真的是讓這四位老人家 真的是 其實我覺得夠了啦 收手了啦 今天其實蔡英文總統他有講一句話 我把這個講完 他說 他說只要他當總統的一天 他絕對會擋住所有的壓力 台灣不會接受九二共識 一國兩制 人民要用選票托付我 就是要我捍衛這個國家 我會堅守我的崗位 用盡每一分的力量 所以這些話也希望能夠講給這四位的老前輩 台灣是個民主國家 不是靠你們指定的放手 好 休息一下 趕快回來跟我們討論 歡迎回到前進新台灣 一個最新的訊息提供給您 根據蘋果日報的即時說呢 蔡英文在今年的1月1號 在官邸見了李遠哲 李遠哲當場數落蔡英文諸多疏失 並當場尷尬的就要請辭總統府資政 蔡英文沒有准辭 反而問說 我到底做錯了什麼呢 李遠哲就回說 你不讓管碧玲做教育部長 去找葉俊榮做教育部長 這就是錯了 雙方談得並不愉快 相關人士形容 根本是不歡而散 所以姚老師諸多事情牽扯在一起 似乎好像已經跟這個所謂 他們講的有關於兩岸啦 或者是民進黨分裂啊 好像都沒有什麼他的關聯 甚至於現在有個說法是說 甚至於這四位大佬出來 有可能是在幫 我們知道1月6號 民進黨的投票選黨主席 有沒有可能甚至於跟黨主席有關 因為今天游英龍就講了 四位大佬的公開信 游英龍說 正是我一路走來的心聲 哇 感覺上是 這四位老前輩對於整個內閣的人事布局 甚至於好像接下來的黨主席改選 都就有意見了喔 對啊 像這樣的新聞是很明顯有人放話了 哦 放話了 因為這個新聞內容寫的是 李遠哲與其他的中央研究院 院士提早半個小時到關底 那就是跟蔡英文單獨會面 是 那兩個人單獨會面 蔡英文如果沒有放話 沒有出來講 那就是李遠哲對外單方面的說辭嘛 嗯 這種單方面說辭都有一定的動機 比如 通常密會以後出來說 就像柯文哲跟葛萊怡見面 是 出來了以後 柯文哲就會放話 他都有一定動機 想抬高自己身價 說葛文哲CSIS的邀請我去美國 是 他有一個動機嘛 嗯 要抬高身價 葛萊怡 他以為葛萊怡反正在美國 他也不會否認 嗯 結果沒想到葛萊怡 曉得這個消息以後不但否認 而且直指 啊 這個柯柯是否 動機可意 是 啊 以為要抓了美國人來 支持他選總統 我覺得李遠哲也是如此 李遠哲的 要放這個話 我覺得心术不正啊 他想要 對啊 想一下教育部長的人選嗎 對啊 或者是說 我覺得心术不正 就是說 他 你自己有主張 這個OK了 嗯 可是 在討論問題的時候 你不能這麼主觀的 或一面的 啊 去像 像小孩子吵架一樣 跟總統討論 甚正事 這是不恰當的 的確 很多人認為 管碧林可能會處理管案 可能跟葉軍不一樣 像我對葉軍榮處理管案 我也覺得是 根本與法不符合嘛 是 而且搶在蘇元委員會決定前 是 實際也不恰當 總而言之 葉軍榮是一個弱者 嗯 是一個錯誤的決策者 這一點都沒問題 可是拿這個來質疑總統 然後要總統不要連任 要總統不要連任 這個就牽扯過大 牽扯過遠 那你覺得這會是 管案就是 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嗎 當然也 也不見得了 我覺得也不見得 我覺得 他們 敘事已久了 選完以後 顯然 賴清德 賴清德要離職 堅決要去離職 嗯 這恐怕是 重要的原因了 因為他們要表態支持賴清德 哦 雖然賴清德可能本人沒有這個意思 嗯 我不覺得是跟賴清德本人有任何的關聯 沒有關聯 可是他們卻要 呃 逼音 拱賴 哦 那這樣的氛圍 挺游 哦 游盈龍 呃 可能這個動機是非常明顯的 好 楊老師你說的 逼音 拱賴 挺游 但是主要是 這些東西都要民眾買單 又或者說民進黨買單 你覺得民腦多少人可以買單 我想應該 不要講民眾了 嗯 我覺得他們的立場 對民眾來講 呃 呃 民眾根本並不在意蔡英文今天連任還是不連任 我必須這樣說 哦 這是民進黨的事情 那是民進黨的事情 以民進黨的支持者來講 我都我都不覺得現在他們的意見是主流 嗯 是多數者 他們代表同獨派的意見應該是非常明顯的 獨派的意見認為蔡英文沒有站在 呃 因為我相信蔡英文這個最主要的考慮是美國的態度嘛 嗯 西方國家希望台灣不要成為川普美格 是 所以蔡英文持中的路線 那呃 其實是很辛苦的 嗯 那在中國發表這個習近平的談話以後 其實台灣的民意非常清楚的是支持蔡英文很堅定的這個立場 是 蔡英文很堅定的拒絕中國的立場 嗯 可是也很堅定的維持他現在維持台灣憲政狀態的一個就一個一個一個論述 這是獲得絕大多數台灣民眾的支持 嗯 這一點蔡英文選擇沒有錯嘛 獨派顯然沒有站在社會的主流 嗯 啊 或者是站在論述的正當上 因為顯然公投也沒有過嘛 嗯 所以從這個角度上來看我覺得這些獨派大佬 恐怕太關起門來 啊 自以為是 他們並沒有觸摸 社會多絕大多數的意見 這可啊 恐怕對他們的聲譽並不是很有利 好 邀老師呢特別點到就是其實縱觀這一陣子蔡英文的發言 其實就像剛剛這個小芳也分享了 蔡英文的臉書很難應該說最近很少有這麼多的按讚數或分享數 顯然就像邀老師說的這是廣大民眾所希望就是我們的領導者要站出來對抗中國 因為中國真的很急 根據這個中央廣播電台的報道 他說好急切哦 習近平在昨天哦 他統一講了45次 一中講了12次 比10年前也就是對台灣這個同胞書30週年的時候的胡錦濤要大增很多 所以中共這麼急切之下我們難道要順著這個水就往這邊去嗎 當然不是我們要好好的抵抗一下 那麼到底怎麼來解析兩岸關係 廣告回來更多討論 面試青雙 小芳